柯兰里就倒霉的被害人 如果我死后被弄成这番模样 拉可真的比让我死了的难受 关键还是朋友们给弄上的 这天柯兰里行人来野外露营 夜里新男两人还在畅想未来之际 突然传来了一阵尖叫声 几人连忙闻声跑去查看 依入眼帘的竟然是这副十分诡异的景象 嘴里塞着螃蟹腿脸上画着涂鸦 手里握着一张纸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大家眼前 此时一个大汉老公的短发女过来 但神情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疑惑 而稍加询问后才发现 这死者脸上奇葩的妆容 都是这几位朋友弄上去的 于是几人都坐下来了解了世界经过 短段死因是吃了某种食物 导致的过敏性休克 然后突然在眼睛妹房间里 发现了半块饼干 顿时就锁定了真凶 于是直接麻醉原则推理了起来 杀害死者的凶手为眼睛妹 而饼干内竟还又导致死者过敏的海鲜 之后再将他搬到了短发女的房间 最后没有犯罪的两人也因破坏现场罪而逮捕 这就是奇葩的死者遇上了奇葩的犯人